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沙地带约5万名孕妇中有5000多人本月待产 不少人可能需要无麻醉接受抛工手术 日元贬值因发联所反映 路透社爆料2024年开始 日本会削减部分装备的采购 但会优先保证美国武器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眼 11月4号 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进入到了第29天 加沙城是以色列的攻击焦点 乙军开始重点打击哈马斯地道网络 哈马斯城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加沙城被乙军重重包围 乙军工部队加沙展开大规模地面进攻画面 放话要包围哈马斯 以色列指挥官通过无线电喊话鼓舞乙军士气 不过哈马斯也公开了从地道打击乙军的视频 哈马斯武装人员随时可能从地道中穿出 以色列看似顺利推进 但考验才刚刚开始 哈马斯武装人员随时可能从地道中穿出 以色列看似顺利推进 但考验才刚刚开始 哈马斯下属军事派别三号公布的视频显示 一名武装人员穿过一个存放有武器的地道 向乙军装甲车发射火箭弹 根据视频的文字说明 哈马斯武装人员摧毁了一些乙军车辆 从另一段哈马斯宣传视频中能够看到 武装人员似乎正从袈裟地道中爬出 然后躲在灌木丛中 想进入袈裟的乙军部队开火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 在2021年的一次以巴军事冲突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曾表示 他们借着空袭 已摧毁了100多公里的哈马斯隧道 但与此同时 哈马斯声称他们将该隧道延伸了500公里 而且只有5%受到了打击 以色列表示 摧毁地道是消灭哈马斯的唯一途径 以色列国防军11月3号宣称 本轮冲突中已发现并炸毁了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修建的多条地下隧道 执行这一军事行动的 为亚哈洛姆工程部队 该部队专门负责安装炸药 以及摧毁地下隧道 以军方还表示 以军地面部队在包围加沙城后 与哈马斯武装人员进行了近距离战斗 另据路透社4号报道 接近哈马斯领导层的消息人士透露 哈马斯已经做好了在加沙打持久战的准备 并且相信他们可以在足够长的时间内 阻止与军的前进 以迫使敌人同意停火 4号 总台记者赵冰继续在巴以冲突前线采访 观察加沙城战事 截止到目前为止 以军的地面部队继续是在空军和海军的掩护之下 对加沙北部的加沙城来推进 根据以军的最新表态 其基本已经结束了在加沙城周边郊区的主要战斗 对加沙城实现了南北合围 但根据我在前方的观察 以及综合以军发布的相关消息 以军暂时是没有对加沙城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势 其目前地面战斗的重点一方面是继续对加沙城周边地区 进行战略排查和占领 另一方面乙军的工程部队正在不断地定位 哈马斯组织的地下隧道并将其拆除炸毁 而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则不断利用地下隧道和地形的优势 对乙军发动突袭 稍早前赵冰与身处加沙城内的总台报道员取得了联系 现在我们在加沙城内的前方报道员就告诉我 那当地仍然是遭受到乙军持续不断地猛烈的攻击 那他们的行动以及网络信号都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现在他们只能是躲在靠近西法医院的临时住所里面 勉强利用白天太阳能板收集的少量的电力 和此前储备的部分食品勉强度日 并且由于乙军对于加沙城的核围和燃料的中断 以及遍布城市的废墟以及损毁的道路 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逃离加沙城 那么这几乎也是加沙城内当地数十万民众的现状 如果说以色列紧攻加沙城的第一阶段 是包围并孤立这座城市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有分析认为乙军会在加沙城的地面上和地道里 慢慢挤压哈马斯 分析认为最艰难的战斗将在加沙城展开 那里是哈马斯拥有武器战斗人员 领导层和物资最多的地方 乙军的行动可能会慢下来 目前加沙北部已有约三万状建筑被破坏 被摧毁的建筑物是非常有效的防御阵地 除了地道网络 哈马斯也会利用他们在战斗地点之间移动 哈马斯还将使用无人机 简易爆炸装置等一切可以用的东西 来减慢以色列军队推进的速度 并尽可能地对他们造成打击 3号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他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讨论了如何 何时何地实施停火 以及必须达成何种谅解 以加大援助避免平民死亡 并释放外国被扣押人员 但具体细节尚未敲定 我们必须做更多 去保护巴勒斯坦尼亚 内塔尼亚胡在随后的电视讲话中 则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表示 尽管相关洽谈将继续进行 但远未达成任何协议 内塔尼亚胡称 以防不会停止战斗 直至取得胜利 并实现既定目标 即消灭哈马斯 让被扣押人员获释 以及恢复以色列公民的安全 美国有先电视新闻网指出 美国社会出现越来越多 呼吁停火的声音 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各界人士 敦促拜登政府采取有效措施 有拜登政府官员私下透露 他们认为随着全球 对加沙人道主义苦难的 强烈抗议加剧 以色列试图实现 其消灭哈马斯的既定目标的 时间有限 且越来越困难 美国和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问题上 它既有共同的利益 也有矛盾和分析 那么最近最典型的分析 就是关于人道主义停火 那么美国方面叫人道主义暂停 实际上美国指的就是在 拉法口岸 暂时的停几个小时 或者一点天 但是即便是这个 以色列现在也没有答应 所以这个矛盾在未来一段时期 还会进一步的恶化 至少在未来一段时期 美国会向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 但是同时美国又会支持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对于以色列来说 消灭哈马斯是他的首要的 最重要的目标 有没有美国的支持 以色列自己都会去干 如果以色列政府在这件事上 受美国牵制 不能完成他的战争的目标 那么以色列政府在国内 也会面临极大的压力 他没有办法交代 所以美国的压力 不会让以色列改变 他的根本的战争的目标 4号布林肯抵达约旦 将在当地与约旦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 阿联酋 以及埃及等国外长举行会晤 约旦明日报评论称 如果美国不改变一味偏袒 和纵容以色列的拉偏价立场 布林肯的访问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不管他在多跑上几趟 都是徒劳无用的白跑 截至4号 本轮巴以冲突已经造成 加沙地带至少9488人死亡 目前当地的人道状况 已经到了崩溃临界点 3号 加沙城内的西法等 三家医院附近区域被炸 同样遭袭的还有一个救护车队 联合国秘书长表示震惊 近日 半岛电视台做了一组总结 便于外界更清晰地了解 一天的24小时中 加沙都在经历什么 平均每小时有42枚炸弹被投下 平均每小时有12栋建筑被摧毁 平均每小时有15人死亡 35人受伤 这里是加沙地带印度尼西亚医院 在这里工作的艾达医生经历了揪心的一幕 他在救死扶伤时 恰巧碰到自己的女儿 遭到袭击后被担架抬进医院 当场尖叫崩溃 画面显示 艾达追上前去 确认是自己的女儿后 悲痛到几乎昏厥 当地时间3号 以军队位于加沙地带的西法医院 圣城医院和印度尼西亚医院附近区域 进行轰炸 造成多人死伤 其中对西法医院的轰炸 已造成15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记者 有关西法医院 这是当地一家主要医院 也是加沙城最大的医院 我们应当指出的是 以色列国防军曾经公布照片和示意图 显示西法医院下方存在 所谓的庞大地道网络 据他们表示 哈马斯就在里面活动 以军很可能会将目标 瞄准西法医院下方的地道系统 据报道 本轮冲突发生后 数千名巴勒斯坦平民 将医院当成了避难所 但此前 以军方就强调 哈马斯的主要行动基地 位于西法医院的地下 以方称 据已掌握的情报 医院外有几条通往地下基地的隧道 因此哈马斯官员 无需进入医院即可通达 而就在总台报道员在西法医院采访时 在西法医院正门的街道上 一辆运载伤员的救护车遭到乙军空袭 造成数十人伤亡 根据乙军稍后发布的声明 乙军之所以发动袭击 是因为认定哈马斯组织 利用该救护车 转移武装人员和武器 以色列今晚表示 他们袭击了加沙城 一辆据称被哈马斯使用的救护车 哈马斯治下的卫生当局表示 这辆救护车属于一只 从被包围的北部地区 向南部运送伤者的车队 事实上 西法医院 印度尼西亚医院已濒临庭院 联合国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在本轮冲突中 加沙地带医疗机构 先后遭到100余次袭击 21家医院受损 25辆救护车遭袭 整个加沙地带的35家医院中 有14家 72家诊所中 有51家已经关闭 不少重症危症的伤者病患 正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孕妇的处境也异常艰难 据报道 目前加沙地带约有5万名孕妇 其中5000多人的预产期 就在本月 而加沙医疗设施的极端紧张 危急新生儿重症监护 和抛宫禅手术 目前加沙地带的学校 已经成为避难所 有超过67万巴勒斯坦人 居住在这样的难民营中 拥挤 逼泽 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 他们每天都在为获得水 食物和安全而挣扎 其中近一半的人 年龄在18岁以下 生活很不正常 有127个人睡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的丈夫 兄弟和儿子 都睡在外面 我既头痛又胃痛 我生病了 因为饮用被污染的水 我的妈妈和兄弟姐妹们 也生病了 我们真的很累 我希望战争能快点结束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 纳斯鲁拉三号警告说 他的组织将更多地加入于以色列的战争 本轮巴以冲突是否有扩大升级的危险 备受关注 11月3号 抗议以色列对加沙开展军事行动的 黎巴嫩民众走上街头 面对镜头 他们表示 只要能削弱以色列 将步行一战 当天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电视讲话 这是他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公开讲话 纳斯鲁拉在讲话中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发出警告 英国天空新闻台说 出于安全考虑 纳斯鲁拉在黎巴嫩一个秘密地点发表了当天的讲话 除了讲话 大屏幕上还播放了展现真主党军事力量的战斗视频 3号 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地区交火持续 半岛电视台当天的报道显示 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 击中了以色列边境城市基利亚特什姆纳 其中两枚导弹造成了画面中的破坏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3号表示 一军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将对任何袭击作出回应 那么在以色列的北部 在当地时间的3号 也是在受到了黎巴嫩方向的多次反坦克导弹袭击之后 以军继续使用火炮和战机 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包括反坦克导弹发射阵地在内的 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 同时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最新的讲话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昨天就警告称 如果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 即将付出难以想象的巨大代价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线网3号报道 美方有情报显示 叙利亚政府已同意向黎巴嫩真主党提供导弹防御系统 Aaron according to two sources familiar with the intelligence Syrian President Bashar al-Assad has agreed to provide a Russian-made aerial defense system to Hezbollah and it is the Russian mercenary group Wagner that will transfer that SA-22 or Pantsir missile defense system from Syria to Lebanon where it could be set up to be used now what's unclear from the intelligence according to these sources is whether the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transferred it is a medium range air defense system and would add to Hezbollah's capabilities if and when it arrives in Lebanon 不过英国天空新闻台军事分析师认为 黎巴嫩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伊朗 并不希望本轮冲突扩大升级 now Iran will want to hurt Israel but also will not want this to grow into more regional larger regional conflict and I think we saw some of that come out with a language today it wasn't as provocative as we thought it would be and of course with the US carrier group presence that's a big deterrence as well for this getting out of hand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军方正在派遣无人机 在加沙上空进行监视 以帮助以色列国防军寻找人质 英国天空新闻台军事分析师则认为 这证明美国正在直接参与这场冲突 目光转向日本 日元扁指引发连锁反映 日本野心勃勃的防卫计划将受到影响 2024年开始 日本会削减部分装备的采购 但会优先保证先进的美国武器 日本政府11月2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 敲定了经济对策 为了缓解物价上涨 带来的家庭经济负担加重 将投入合计超过5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2432亿元 用于所得税与居民税减税 以及向无法享受减税的非纳税 低收入家庭发放补贴等 此外还写入了 力争促进企业涨薪和投资 从根本上提升经济增长力的 众多政策 对策总额超过17万亿日元 共同社说 一部分裁员不得不通过增发国债来筹措 财政恶化不可避免 岸田先生正在寻求缓解高通胀 对家庭冲击的方法 同时阻止他那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的支持率 进一步下滑 3号路透社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称 日元贬值正迫使日本缩减其野心勃勃的防卫计划 路透社说 2022年12月 日本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也就是新安保三文件 计划投入3200亿美元用于军事支出 消息人士称 自该计划公布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下跌10% 因此日本将在2024年开始削减部分装备的采购 但会优先保证先进的美国武器 此前据日本东京新闻10月20号报道 日本政府的防卫力整备计划 规定从2023年度起 5年里的防卫费总额为43万亿日元 但根据东京新闻测算 由于日元贬值和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 武器装备的单价跳涨 防卫费总额恐怕将超出计划金额8000亿日元以上 更多内容来看一座苏兰 冬天已经降临俄罗斯远东地区 马加丹州和阿姆尔州被雪覆盖 受气旋运动影响 阿姆尔州的雪已经下了几天 许多道路变成了滑道 卡车不借助外力连小坡也爬不上去 2号该州首辅波拉格维森斯克的降雪量 为10.9毫米 破了当地1920年以来的记录 马加丹州也是大雪纷飞 预计降雪仍将继续 近日印度哈里亚纳邦一家制药公司的老板 向员工送车的消息引发关注 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称 作为排灯节礼物 公司老板巴蒂亚此前将汽车钥匙 交给全部12位员工 相关视频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巴蒂亚表示 员工的奉献精神和辛勤工作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司创立至今 员工一直与他共进退 世界各国正研发 在城市上空飞行的汽车 近日 由韩国研发的一款 无人驾驶垂直起降航空器 在不载人的情况下 稳定飞行了5分钟 韩媒介绍称 这款航空器长约6米 目前可载1人 最大起飞重量650公斤 平均时速可达180公里 韩国计划两年后 正式启动城市空中交通商业运营 柬埔寨无歌古迹保护和管理机构 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前10个月 当地接待外国游客超过60万人次 同比增长255% 目前共有10个国家和地区 开通直飞柬埔寨的航班 随着旅游业逐步复苏 无歌古迹所在的先例省 有超过7成的旅游企业重新开业 旅游业是柬埔寨四大支柱产业之一 无歌古迹门票收入 是减最大的旅游收入来源 印尼新首都鲁山塔拉 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建设 预计到今年12月 总投资将达到45万亿印尼顿 约合209亿元人民币 鲁山塔拉位于印尼 东加里曼丹省 印尼总统佐科 日前在当地出席了新首都机场 印尼央行办公楼等项目的 开工电机仪式 印尼县首都雅加达 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 地面下沉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2022年1月 印尼国会通过法案 批准将首都从雅加达 签至鲁山塔拉 新西兰交通部长帕克近日表示 该国电动汽车注册量大幅增长 在新注册进口汽车中的占比 已超过一半 最新统计显示 新西兰电动汽车注册量 目前已突破15万辆 为鼓励民众购买电动汽车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主要针对新电动汽车 二手电动汽车等车型 给予补贴 并对零排放和低排放车辆 进行退税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收看《近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